充滿書法韻味的飄善舞 開啟墨浴香爐固連展序幕 由基隆市書道會策展 140多件精選書法作品 內容涵蓋形、楷、草、立、鑽 及簡博等多種書體 呈現書法藝術的多元風采 這次展出的作品有140件左右 是我們基隆書道會以及民家們 提供個體的書法作品 其中還有木雕作品 我也邀請了幾位旅居在外縣市 都是佼佼者 基隆市的書法家 邀請他們回來參展 例如像小瑜、潘慶忠、陳維德教授等等 這次的展出內容非常豐富 歡迎市民們能夠播放到 基隆美術館三樓來參觀 放米泡 在基隆美術館301展廳登場的 墨運香濃固展覽 開幕式上貴賓雲集 給予傳承與創新的展覽 極佳的肯定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 來參與基隆市書道會 2024的這個水墨 然後我們的書法大展 辦在我們這個基隆市的美術館 那我們知道書道會其實有非常長久的一個歷史 從蔣夢榮大師開始 一路到現在的陳立學理事長 大力的在推動我們這個書法的這個傳統文化 我們基隆市要接下來要提升我們的藝術量能 必須從基礎小朋友開始做起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我們各位大師老師理事長大力的推動 然後常常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來接觸我們這張書法的一個藝術 融入繪畫 鑽科 設計感的書法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我覺得這一次基隆書道會的作品感覺非常多元 它除了傳統的書法的表現之外 另外還增加了很多不同的創作 有一些設計感 還有在上面用國畫的方式 水墨的方式再去做表現 感覺整個非常的生動 而且多元 非常好的一次展覽 基隆書道會是我們基隆最資深的會 這次的展出有一百多幅 非常的多元 也有很多的創意 還有藝術性 值得大家來欣賞哦 每件作品 展現了書道會成員 對書法藝術的熱愛和創新 墨韻 代表書法作品獨特的魅力 而香如故 則隱喻了書法藝術悠久的傳統 如同螢露在文人雅式心間的淡淡書香 這檔展覽 即日起到7月21號 歡迎藝術愛好者前來參觀 共同見證這一文化瑰寶的傳承與發展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每天都 remain愛好者方 這呃獄下廣包 誰知咱們有愛好帝術 zek則有全能證 object